在一次不愿与王一博合作 赵丽颖粉丝集体罢工 不到一天公开道歉 无可否认赵丽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非科班出身的她能成为顶级演员 天赋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在与冯绍峰离婚后 还能回归 的确是实力的象征 不过最大的困难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的问题 如说的好 不怕神似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8月23日凌晨5点左右 赵丽颖全球粉丝会在微博上突然发表声明 对之前暂停所有工作的道歉 并自责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忽略维护赵丽颖的责任 属于管理者的严重失误 随后道歉微博被删除 但互联网有记忆 而上热搜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赵丽颖粉丝后援会这一举动的意图 其实是一点芝麻的事 讲白了就是宁可做鸡头 也不愿做凤威 而发布道歉前 即22日晚 赵丽颖的粉丝后援会发出联合声明 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合作 在那个时候就引起不小的关注 尽管抵制声明中并未明确说明存在问题 但从网络传获悉 赵丽颖主演的新剧 很有可能再次与当红流量明星王一博合作 即他俩将以男主角身份亮相 即使与明星王一博合作 若真是这样 那么赵丽颖和王一博将是二度合作 而两年前他们就已经合拍了一部古装巨匪 口碑和收视都不错 对多次合作过的明星来说 在饭圈里都有这样一句话 二大 事实上 实力派女影人和超人气男偶像的结合 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今影视圈最热的一款单品 不但有看头 还能说一时二秒 稳赚不赔的一件好事 这一点对影视圈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而且是一件好事 但赵丽颖的粉丝却是如此的反感和抵触 原因是王一博粉丝的不好做法 比如把有非力的超话 变成了王一博的话题 再加上传出再次合作的消息 让王一博粉丝觉得 这是个很不好的做法 最为要紧的是 剧方对这些新闻持冷淡态度 既不回应也不辟谣 让赵丽颖在舆论上被动 粉丝自然不会做事 这也算是情有可原 从客观上讲 粉丝的行为无法成为偶像 但是赵丽颖的粉丝这次的确让赵丽颖丢脸了 除了媒体争相报道此事外 很多大V都在调侃赵丽颖 说不想让赵丽颖成为偶像 不愿意跟谁玩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在事情闹大后 居然一再变脸 发了道歉又火速删掉 跟闹着玩 表面上说的那么严肃 但行动起来却是自卑 对于这一点 不少人都调侃到 自导自演的戏经上身 第一个暂停工作 一天都没有魔力后援会 一句话 尚未正式观身的新剧 对于网传的消息 理应认真审视 不要过分偏信 这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